此季泰国分会议诊中心 志工忙着打包药物 因为泰国疫情严峻 卫生部调整医院收治患者的方式 无症状或轻症患者在家隔离治疗 各大医院现在一闯难求 这些病患 确诊人的病患 只能在家的静心等待 所以泰国分会的议诊中心 开始做送药服务 爱心药包里有止痛 退烧 止咳化痰等药物 另外在腹上润喉糖 维他米C 让清症患者病情不治于厄化 这种病患者的病情 这种病患者在请治愣 需要先治愣 这种病患者的病患者 在高离治疗 发生病患者在那里 除了送药 医护团队和志工也会透过视讯 关怀患者病况 爱心药物专送服务从7月底启动 首批已经送出了4000份 志工表示若泰国疫情仍未缓和 这样的行动还会持续下去 达爱新闻 黄娟 坤大 斯河拉 泰国报道